中国大大小小城市有600多个 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只有10个 在2023年被称为电商之都的浙江省会杭州 就加入了超大城市行列 内地对界定城市大和小有明确说法 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是小城市 50万至100万是中等城市 100万至500万是大城市 500万至1000万是特大城市 1000万以上的就是超大城市 内地传媒报道 10年前也即是2014年 杭州城区人口只有380多万 此后当地人口急增 主要原因是产业带动 特别是数字经济加速集聚发展 为高技能人才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过去十几年是杭州数字经济崛起时期 至今当地的电商平台交易量 以及第三方支付能力都是全国第一 除了杭州 中国另外九座超大城市 按城区常住人口排名 以次是上海 北京 深圳 重庆 广州 成都 天津 东莞 武汉 小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